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顺口说一下 我后面的就是它最主要的古老的校区 也就是所谓的是英国第二高的哥特复兴式建筑 当然排名第一的就是英国的国会大厦 昨天已经来这里过了 今天的话是周一 然后就超多的车 雨也很大 不过待会还是进去看一下 哇 全都是历史 哇 真的是好古老 哇 全都是历史 现在我来的地方就是亚当史密斯商学院 亚当史密斯就是英国非常著名的一个经济学家 他创作了叫做国福论的这本书 哥拉斯哥大学商学院 他的建立其实是非常新的 2012年才成立 然后现在改名叫亚当史密斯商学院 不过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进得去 小庄试试一下 能不能看 里面的话就是这样子 然后没有什么特别的 走吧 对啊 现在雨非常大 但是我来到了 还是来 我们还是来到了格拉斯哥最有名的一个油画的地方 背后这里也是 这个是被被誉为格拉斯哥守护神的叫什么木雷好像叫木什么我忘了 木雷 这几张还不是最有名的最有名的在接下来接下来会看到一个最有名给大家看一下 之所以说它最有名就是因为这张图价上面人 Semongo他是被誉为格拉斯哥的守护神出生于六世纪 你可以看到他手上捧了一只鸟 就是因为别人看到只鸟叫枝羹鸟 枝羹鸟被路边的小朋友给砸死了 但是在捧在他的手上然后复活了 所以被誉为格拉斯哥的守护神 现在参观完了涂鸦之后我们现在来到了非常有名的Riverside Museum 它这名字真的非常简单易懂在河边的博物馆 因为你可以看到现在雨非常大 苏格兰真的下雨真是没办法 所以我们就过来参观一下这个Riverside Museum 反正里面的超级巨大 而且不用钱所以我们进去看一看 这个河边博物馆主要都是一些跟车有关的东西 但是现在我觉得最震惊的就是在我后边的一个WOW OF CARS 整个一面墙全都是车 非常的壮观 可能广角给大家看一下 我后面呢这个整个就是摩托车的车墙 代表了整个近现代摩托车发展史 从最底下的1904年03年一直到最新款 杜卡迪这个是2007年 总共这些车架在一起行驶时间有638年 非常长远了 我一直在考虑在英国要不要考一个摩托车驾照 也是蛮有意思的 因为男人嘛 毕竟要追求速度激情 这边是underground 它还有地铁博物馆 地铁部分吗 这怎么参观 我们有点吵 没有了吗 我进去看一下 这一段有点是像在维多尼亚时期的街道一样 它上面写的是1890年到190年初 所以你看这些街道全都是有马车的这种感觉 著名的 油桶 一毛一样 原来那个是运棺材 运棺材的车 参观完了这个Riverside Museum之后 我们就继续来参观 它旁边有一个叫Torchip的海上博物馆 其实就是一艘船来的 这个船是古多尼亚时期建立的 1896年下海就在我的背后 但是现在早就已经不开了 然后就停车带上 它里面有小型的酒吧呀展出啊 平时天地好都可以上岸 但是现在估计只能去它的船舱内部看一下 我们要下海了 说实话还是我第一次走上这么大的一个木质帆船 有点像泰坦尼亚的感觉 如果在这边方站着 哇好棒呗现在拍照太棒了 进 这边就是船头了 哇这真的是操纵干吗 怎么这么大的 犯犯转的动吗 卧槽转的动 天呐 这种天气让我想起在冰岛的时候 感觉太风太大了 虽然这样我们还是在船尾拍点照片 我们现在去船头看一下 可以去船舱底下 我们现在要下去 这边就是船的内部 好大呀 今天还有咖啡 拖炉房吗 Jacky睡觉 可能比较吵 现在的工人参观 但是当时条件 肯定比较恶劣 很老鼠的展示 这边是世界各国的国企 因为在公海上航行的时候 只要航行到那个国家的海域 你就得换上那个国家国旗 这是国际航海的一个通用的位置 当时我在旅行里面看到的 这拖炉 我们来戴一下这个 Charlotte Holmes的 你说是这么戴还是这么戴 这样戴吗 不知道随便戴吧 这样戴应该很傻吧 那这样戴呢 更傻 这跟鸭蛇帽有什么区别 好像我头太大了感觉 反向鸭蛇帽 为什么卷服戴起来就很 换一个帽子 换个这个 怎么样 合适吗 这个像什么帽 我觉得戴好还不错的样子 挪背帽 但是好像很长啊 从侧面看 但是算了 我还是不适合戴帽子 选到我更老了 现在我们来到了格拉斯哥的市中心街头 我们来转转 刚才在视频看到 我戴了一下这个帽子 它这边卡什米尔羊绒 可是我戴上之后发现 这个帽子还是不太适合我 但是我们现在 在市中心转一转 也是非常不错的 景繁华的这个地方 又到了晚餐时间 英国真的是这样的 才五点半 看起来就跟晚上八九点一样 晚餐我们要去吃一些比较有意思的 好久没有吃东方菜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去吃东方菜 看了呀 这家装饰非常棒 这家店真的非常棒 装饰也很好 然后它的餐牌就跟古代上奏的 我们的晚餐非常丰盛 牛肉面 还有汤 这是椰子饭 然后我的猪肉的内排 他点的是炒面 虾仁炒哥本 小庄点的是什么 这个蘑菇汤 还有猪肉 猪肉 哇还有饺子 只吃了 neighborhood market肌肉 revolt 这一是 搭吧 今天是第一次来Tesco的cafe吃早餐 其实我知道Tesco有很多的地方 但是它只有Tesco Extra的cafe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吃的东西 这是贝果 第一次尝试Tesco的贝果 还有这个是红薯的炸红薯 有炸红薯 超级棒 很甜 这我朋友的银枣 大型银枣 中型银枣 他也在拿着Posmo Pocky的牌 在格拉斯哥第二 准确的时候 对我来说第二天的行程就是从Tesco开始 然后现在外面里面下的比较大 风卷残云 消灭了所有的食物 在苏格兰的超市里买东西真的处处体现自己在苏格兰的感觉 头顶全都是苏格兰的国旗 它就让你感觉真的是苏格兰 不是英国 好了各位今天我们是吃完了这个Tesco之后 我们很纠结我们到底要去哪里 所以经过考虑之后我们决定 原计划我们还是想要去高地 可是现在没有办法去高地 因为去到已经天黑了 可能我们到的时候就已经天黑了 但是考虑到我们明天还得到北埃尔兰 相当于其实英国是联合国家 所以我们去北埃 这里我们都要开车了两个小时 正好是在苏格兰那个港口 这个港口我们搭渡轮去到北埃 所以我们现在赶到我们住宿那个码头的地方 反正都是海边也可以转一转 把我们说 走吧 好 现在我们来到了海边 好 忘记得打 哇 哇 哇 又牛粪的味道 好的 各位 今天的话我们要来尝试一下这个苏格兰阳渡 苏格兰阳渡就是我现在这个东西 这个看起来就像黑暗料理 但实际上 我们要来尝试一下这个苏格兰阳渡 跟我在照片里靠 正会在照片里看的不是太一样 因为照片里面它是煮出来的 它是真的用洋肚包起来 但这里它是一看是油炸的 像一个大糕一样 切开看看 所以我们现在就切开 来 摄像师来个来近景 我确实 这确实是洋肚 然后我们现在要尝一下味道 先闻一下 它这里面是跟米饭混在一起 这个味道挺好的 就是有一种糯米的感觉 糯米的感觉 还行 油炸之后反正很好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餐厅吃饭 这个就是离我们港口最近的一个小镇 叫Guin 吃完饭之后我们就要去酒店check in 基本上天就黑了 所以今天就这样 然后明天我们就要前往北爱 OK 今天晚上过来吃猪肘子 好久没有吃德国猪肘子 在这里 看起来还是非常有意思啊 很大 你们明明是在这 你怎么跑后面去了 请问 我以为你是最后面 迷路了 哎 开始了 我们来到了这座 德国的猪肘子店 然后尝试一下这里的 番茄汁 有点像番茄汁的感觉 不过因为这两个银肉已经喝过了 所以不想喝 所以要尝一下这个 就是番茄汁稍微淡了一点 但是酸的嘛 酸的所以开胃 所以我们待会等一下看一下我们的猪手 还有拼盘的 Goodbye 好 好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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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